什么情况 蛋仔吴小枝竟然全都有自己的逆人化形象了呀 最离谱的是这个蛋饭子 居然是因为带影照的帅哥 难道我平常就听的蛋饭子都这么帅的吗 没错就是他的感觉 是你要的 作为蛋仔里人气最高的五只小蛋仔 他们组成主角团出现在了许多官方的CJ里 之前的视频我们也是通过游戏加载图 反映了吴小枝蛋仔的各种性格 比如小兰就是妥妥的高冷男蛋 竟然跳起来确实毁形象啊 很尴尬兄弟 小粉呢则是活力十足还有点腹黑的感觉 哥儿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万人傻了 等会儿这一身粉的俏皮少女 怎么感觉这么像小粉呢 还有刚才穿着一身黄的呆萌奶狗 像极了我们的小黄蛋呢 了解后才知道啊 这个是刚毅和欧护老师 合作设计处的蛋仔无小之女人形象 不得不说真的是很符合原蛋仔的人设啊 例如小黄蛋在之前的CJ里 就是一个呆萌可爱的蛋仔形象 眼神清澈的像大学生 感觉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女人画之后的形象 瞧瞧这灿烂的笑容 这么丑丑的阳光上成小黄狗吗 是我心目中的小黄的形象没错了啊 接下来是小粉蛋 之前在加载图里 我分析小粉是为活泼好动的少女 在CJ里也是同样啊 给人一种大姐大的感觉 因此小粉的女人画形象 一出场就把我迷住了 这俏皮可爱的姿势 还有这嘴角微微上昂的腹黑笑容 活泼开朗 永远的叽叽向上 这样不就是我心里所想的小粉了吗 这要是我的蛋仔子 该有多好啊 说完了小粉 那就不得不说她的CP小蓝蛋啦 作为五小智里唯一的高冷蛋 小蓝在CJ里的表情 也竟然是这种冷漠脸 时不时还喜欢耍个帅 仿佛更喜欢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 而这次给小蓝蛋的女人形象 一出场就是沉水中的高冷少年形象 让人感觉只可远观而不可卸完 但是使用过小蓝蛋皮肤的都知道啊 小蓝蛋不仅会笑 而且笑得很会形象 果不其然 在后面的片段里 作者还是设计了小蓝蛋女人形象的笑容 只不过没有原版那么逗逼罢了 哎怎么样 大家觉得小粉和小蓝这俩形象般配吗 觉得般配 那就把般配打在公屏上 接下来第四位就是我们熟悉的蛋贩子啦 作为蛋在岛上的大反派 蛋贩子在无小之理的人设 同样也是那种带着坏心眼见兮兮的感觉 最喜欢的就是欺负咱们的小黄蛋 然后当我看到蛋贩子拟人形象的时候 我人傻了 哦那个去啊 这蛋贩子居然这么帅的吗 尤其是这坏笑 把我的心都融化了好吧 不说了哇卡 我要去找蛋贩子当蛋蛋子啊 说实话啊 蛋贩子这女人形象 戴上眼罩有点香咪魔术师或者江大道 身上的确自带浓浓的反派气息 和小黄对比反差感十足 怪不得能成为CP呢 最后一位 轮到咱们的新小绿登场啦 作为无小之理的新荡仔 小绿第一次出现在这部C这动画里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柔弱爱哭的软妹子啊 而她的女人形象可以说是极其还原 不仅还原了胆小容易害羞紧张的人设 眼角的泪花看起来让人很有保护欲啊 但她笑起来的时候 更是给人一种春风拂灭的感觉 也难怪能让小粉成为好闺蜜呢 这么可爱的萌妹 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啊 要是能把她的温柔 费一点给小子就好了 鬼 大死你个鬼祟 救命 好了以上便是五只小蛋仔的女人画形象啦 话说蛋仔在五小时的女人学校 你更喜欢哪个呢 赶紧发出来 并比五小之神的人气更高吧